清波手上的鋼弦 专注的弹著吉他 眼前这位腼腆的大男孩 是来自台东达人乡拉里巴部落 25岁的Vali 热爱音乐的他 其实是一名住院医生 今年6月终于如愿拿到医师执照 同时也是部落所谓 通过国考的职业医生 就一路走啦 就觉得说 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会考试啦 然后觉得说 对自己没有那么的自信 那所以小时候就觉得说 那我可以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一直读书 那长大后才发现到说 其实不是只有读书 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出入 对啊 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 因为一直保持坚持这个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个性乖巧聪明好学 是父母及部落族人 对他一直以来的印象 他从小很文庆 然后就是乖乖排的一个小孩子 那国小他表现也非常优异 好像注定就是要有很好的成就一样 果然真的是这样子 我亲戚这个小孩子就是说 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啊 或是父母亲的学历还是什么 能够说突破这个匿迹 他还能够很坚持 要走他自己的信息就对了 所以我一直告诉他 以后就是莫忘初衷这个四个字 针对台东南回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 身为在地人的Vali表示 部落医疗需要转型 部落医疗资源 其实长期来都相对的匮乏 对 那我们说 其实我们要到大医院或是去一般的医院 其实到就是要经过比较长的一个路程 那我觉得说这段路程就是 其实对大家来说 其实不仅是一个路程一个时间 也是心理上一个负担 那是觉得说将来我们在部落的医疗 可能需要一些转型 那可能加强一些就是一些 一些巡回医疗啊 然后提升他们的普及 就是就医的一些观念跟知识 Vali表示 目前虽然是在台北马街担任住院医生 但未来会往家医科发展 并希望能回到家乡服务 为在地医疗尽一份心力 记者ZimZim台中达人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